在这边祝大家出席快乐 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消息 也就是在上个系续 Proton 举办了 S70 的试驾活动 在试驾活动上面 Proton 的 WD CEO Njet Roslan 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未来产品的计划 其中就包括了未来 Proton 的车款肯定会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而在这个公布上面 它也表示我们在下一款 Proton 的新车上面 就会看到这个功能 那么下一款 Proton 的新车会是什么车呢? 根据我们走访呢 其实这款车就是 Proton S70 的 MC2 车型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目前我们所知道 MC2 的爆料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我们讲到这款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一款非常老的车型啦 不过实际上这款车在这个面试的那么多年里面 它也推出了非常多的升级版车型 其中就包括了 2022 年的 MC1 版本 这 MC1 版本的改进其实不多啦 可能只是在外观设计稍微修改一点 然后更换了一个 1.5 公正的三缸 无论增压引擎 那么大家其实对这个升级版本呢 是不大有信心的 也不大觉得有兴趣 可是实在 2024 年呢 原厂就会推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改款车型 就是传说中的 MC2 根据我们目前知道的消息呢 Proton 会在这个 MC2 上面采用一个程度比较大的改变 包括重新设计其外观设计 它的外观设计部分呢 会跟这个 2022 款的博越一样 更换全新的头灯组还有全新的水箱护照 让它的外观设计看起来是比较有新鲜感一点 至于在车尾的设计部分 巨息呢 还是维持跟现在的设计一样 不过根据之前呢 这个网络爆料指出呢 未来的这个 Proton X70 MC2 版本呢 它只会有一个引擎配置 也就是 1.5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加引擎 这一大马力表现是 174 HP 风筝扭力表现 255 Nm 然后匹配七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并且会提供前轮驱动还有全轮驱动两种传动模式 其中全轮驱动版本呢 它可以做到前面 70%扭力分配 后面 30%扭力分配的这个设计啦 至于原本出现在顶配车型的 1.8 公升 四缸涡轮增加引擎呢 则是会被完全取消 其实这一点是因为这个 1.8 公升引擎 并没有在本地生产 本地所生产的引擎只有 1.5 公升的 TGDI 跟 1.5 公升的 MPI Turbo 为了节约成本等等的因素 所以新一代的车型不会再提供 1.8 的引擎选项了 那么在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其实根据之前的爆料指出呢 会跟现行车款差别不大 不过呢 根据我们的相关渠道获得消息呢 这个内装设计同样会有比较大的改变 其中就提供了一个更有质感的内装设计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还会有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而它的触屏直居也会升级到最新的 6 加 64 的版本 也就是跟目前的 Proton X90 跟 Proton X70 Sedan 是一模一样的设计 这个荧幕尺寸呢达到了 12.3 吋 原厂表示将它的记忆体升级到 6 加 64 GB 是为了让它可以在以后支援更新的升级系统 那么它除了原本的系统之外呢 也会先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虽然在这个活动上面 Proton 的官方并没有表示下一款车型是 S70 MC2 但是呢其实据悉目前这款车已经在计划量产中 所以预计最快我们会在 5 月份跟这款车见面 而如果你是买到 Proton X90 或者 Proton X70 Sedan 的朋友呢 其实你也不需要太伤心 因为同样的根据消息指出呢 之后 Proton 会以这个 OTA 的方式 来为这两款车获得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功能 不过据悉它只有这个有线连接 并没有无线连接啦 但是对于 Proton 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而据悉率先上线的会是这个 Apple CarPlay 之后才轮到 Android Auto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 Proton X70 本来它的安全备备都已经是非常丰富了 但是预计这个小改款呢 会让六气囊成为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除此之外呢 它的 Level 2 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也会获得更新 其中 Stop and Go 的功能呢 也会出现在这个 SEC 上面 让它更为完整 相信这款车未来还会是马来西亚 其中一款非常有性价比的新车 最后要讲的就是配备的部分 因为这款车呢 在配备啊设计等等都有改变 所以据悉呢它的价格会有一点点的调涨 但是就只有一点点调涨的程度不多 我个人推测它的价格调涨应该会在10%里面 所以也就是讲顶配的版本应该还会维持在13万令吉左右 这个价格你可以买到一台 C-Segment 的 SUV 然后拥有如此丰富的配备 个人觉得还是值得考虑的 那么 J Proton 也有表示呢 他们在未来也会努力的加强他们的售后服务 所以如果当售后服务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之后呢 你还会不会继续选择 Proton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在这里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